台晶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建林 欢迎各位收看看见未来 今天是2012年7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的台子期呢 呈现一个先压低 在拉高的盘式 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这个当冲走势图 今天的早盘呢 开在8800点 开高7点 但是一开盘之后 指数就开始滑落 滑落到今天的最低点 9点03分的时候到今天最低点 8769 接着呢 盘式一路拉高 一路拉高 到11点11分的时候 看到了今天早盘的高点 在8841 今天的台子期 就是呈现一个先压低 后拉高的盘式 老师就在那边问大家 今天早盘压低的时候 是不是很想去放空啊 没关系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很想去放空 但是 但是我们的超盘模组 显示 告诉我们 整个盘面还是多方优势 整个盘面还是多方优势 所以今天 我们的第一笔单 来 8点50分 8点50分 目前棋子在8783附近 开盘5分钟 8783附近 直接试驾做多 停损25点 开盘5分钟 不受制于成见 该做就做 我们也大方承认 我们一开始想做空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超盘模组 告诉我们 应该要做多嘛 一个专一的超盘手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来 不受制于成见 该做就做 所以今天开盘5分钟 我们的多单 就进去了 专二超盘手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执行力加上纪律 今天又是一次执行力的展现 那今天的盘是 我们在8783做多 今天先压低之后 之后往上拉 只有在这个地方做多 今天才有机会获胜 各位如果是在 之后才去追的 各位可以看后面的点数 大概都十几二十点而已 抱得很辛苦 整天盯盘 但是问题是我们 开盘五分钟 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嘛 那今天 如果各位 是开盘的时候去做空的 各位如果是自己觉得 应该要做空 去做空的 那没关系 因为各位不是专业 那不是专业的话 做错情有可原 但是各位如果是跟到这种 解盘师 跟到这种解盘师 去做空的 那就疲劳了 那就累了 解盘师 今天如果带各位去做空 盘中往上拉的时候 又不肯认错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的盘式 找盘做空的 到现在盘式已经在压回了 到现在还是没有救嘛 所以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什么 一个操盘手 不会有自己 太多自己的意见 当我们的操盘模组 告诉我们 应该要做多的时候 就是勇敢去做 那我们这笔多单 在哪里 停力 来 11点14分 11点14分 时间接近尾盘 目前棋子在8838附近 8783多单可以直接停力平仓 我们的会员都知道 我们不喜欢做尾盘 我们几乎都在11点多 就会找地方 把单子出掉 好 我们今天 8783多单进场 8点50分 开盘5分钟 到11点14分 8838停力平仓 两口单就涨了110点 今天这个盘上下区间 上下区间才多少 8769 8841 31点 41点 也才72点 但是问题是我们 两口单 110点 入带 11点14分 打完收工 12点大家可以 去吃饭 吃完饭 接着看老师的节目 那我们是只有今天这样做吗 当然不是嘛 我们来看昨天的第一笔单 昨天的第一笔单 一样 8点49分 8830附近 直接试驾做空 开盘4分钟 果断决策啊 该做就做嘛 昨天 我们也一样啊 一样是找盘的最佳空点的机会 就直接空下去了 今天 找盘最佳 做多的机会 我们就做多下去了 两天就多少了 110点 昨天148点 今天110点 这就是什么 实力的展现嘛 很容易啊 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很容易 因为我们每天 就是在用我们的操盘模组 跟这个 我们的软体 来对每天的盘式 做出规划嘛 自然 我们就 很容易就会做出 对的操作啊 重点是 每天盘式的变化 你能够掌握到多少 那我们的试驾群组 这两天 就帮我们的会员 掌握到多少了 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重复 成功的模式而已啊 投资警语 看见未来所有截面内容 禁止分析各种操作模组涨跌点数机会 并非论述实际操作基调点数 不同模组策略 将有不同结果 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并存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当然 我们今天 第一笔做对单 做对单都很容易 但是重点就是 开盘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马上就去判断 今天的多空 散户经常 交易期货经常出现的问题 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彭徨无助嘛 开盘的时候 彭徨无助 不知道要做什么 做单了之后 心慌意乱 不知道做对还做错 一直在那边 硬着盘 再来就是怎样 抱不住 冲进冲出 最后接到对账单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整天在做什么事情 追高杀低 那各位 自己想想看 各位今天如果有我们的call訊 有我们的讯息 找盘 今天就做多 有需要担心这么多事情吗 当整个盘拉上去 你心里要想的 就是在哪里停力而已 跟昨天一样 找盘直接做空 盘是烧下去 心里在想的一样 就是在哪里停力而已 所以各位如果有我们专业的讯息 有必要这么辛苦吗 会有那些问题吗 所以 这边还是要呼吁 请让专业来 让我们的软体来帮助各位 抓支撑压力点位 让我们的讯息 来带领各位操作期货 不够专业没有关系 不够专业没有关系 不会做没有关系 重点是要跟对人 跟对会操作期货的人 要成为齐全市场上的赢家 就是怎样 自己不会做没关系 就是要跟着专业走 只要你能够跟着专业走 财富自然就会有 我们的操盘讯息 我们的操盘讯息 这两天 也是 跟各位展现了嘛 这是昨天 现货还没开盘 我们就空单进场了 这是今天 一样 现货还没开盘 我们就多单进场了 这就是专业实力的展现啊 两天 两百多点 如果你有我们的讯息 由我们的软体 来帮助各位 规划 每天的盘式 那会 在那边心慌意乱吗 在那边犹豫不决吗 不会 因为8点46分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所以各位需要的是什么 各位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专业的操盘软体 跟犀利的 专业的操盘讯息 跟犀利的操盘软体啊 留意中长资讯 我们稍做休息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妈妈 用心即用鲜 每天轻松享用 健康美美的鱼料理 庆祝好妈妈 以十周年庆 全省各大麦场 均有促销活动 欢迎全购 您将反败为胜 您能改变财率 您会屡战为胜 小林老师精准快的操作 小林老师二合一的组合 战胜市场迎向未来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老公 又在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看下 那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可光 别担心 报纸上说 房地合一课税新制 要实施了 以后投资客要交很多税呢 房地合一 105年1月日起 不动产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来计算所得 课真所得税 房价就不会再被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税制 居住正义新时代 参与金融市场总是见数不见零 见零不见数吗 证券提货商分析师林老师 带您纵观全局 提货市价群组 齐全操盘燃体 选择权策略班 股票特别会员 多元选择旗鼓双赢 让您运筹帷幄掌握多空关键 快拨02-2578-3777 好妈妈 用心即用鲜 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美的鱼料理 庆祝好妈妈五十周年庆 全省各大麦场均有促销活动 欢迎全购 您将反败为胜 您能改变败率 您会与战与胜 小林老师精准快的操作 小林老师二合一的组合 战胜市场 影向未来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全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 从此为爱出发 欧洲年度最佳NPB Citroen C4Picasso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现场 上半段呢我们分享了我们今天的专业的当中操作 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散户在操作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在操作什么 每天开盘之前在那边心慌意乱 开盘之后做的单又在那边 不知道自己是做对还是做错 其实 总归一句就是 不知道高点在哪里 不知道低点在哪里 为什么期货经常会怎样 洗盘 骗线 骗线 骗经常洗盘骗线 就是因为 为什么会被洗 为什么会被骗 就是因为 各位在拉高的时候去追高 压低的时候去追空 那要规避洗盘骗线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挂高空挂低买 那到底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为什么都做不到呢 因为不知道哪边是高点哪边是低点嘛 那我们设计的这个软体 就是设计出来让大家知道高点在哪里 低点在哪里 我们的震盪测服系统 每天开盘8点46分的时候 每天开盘8点46分的时候 就掌握了今天的震盪满足点位 你有了震盪满足点位 就知道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今天的低点在哪里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软体 是怎么帮我们规划 这个支撑压力点位的 来 我们今天软体8点46分的时候 就已经帮我们规划出 盘整满足支撑8777 盘整满足压力8827 各位 你今天如果知道8777是支撑 如果知道8827是压力 你还会在中间这边乱做吗 不会嘛 怎么可能在中间被大家洗来洗去呢 所以软体好用就是在这个地方嘛 8点46分的时候 软体就已经帮我们计算好 这个支撑压力点位了 不过 除了这个支撑压力点位之外 我们一直在强调 有这些点位 有这些点位 点位再准都没有用 为什么 不会用 点位再准都没有用 重点是要会用 除了满足点位的准确度之外 更重要的是点位来临时的策略 点位来临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这才是重点喔 这才是重点喔 点位来临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将我们的会员 划分为两种 选择适合自己的策略喔 如果你是习惯短线操作 如果你习惯短线操作的 就是不论多空 25点 就直接停力出场 那你如果习惯 觉得你可以承受一些风险 可以报一下单 可以报一下的 那就是多单停力看压力 空单停力看支撑 但是这都是当冲策略喔 未达价位 一律收盘前出清不流仓 那以我们今天的 以我们今天这个软体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软体短线操作者 是不是找盘马上就有机会了 盘整满足支撑8777 这个是8点46分就已经知道了 你就已经知道8777 是我们的盘整满足支撑 那8点57分的时候 盘整满足支撑8777 穿架成交 那短线操作者他的策略就是什么 就是把握25点的价差嘛 那把握25点价差 会在哪里出场 8777加25是8802 那9点14分的这根K棒 是8806 所以9点14分的时候 8802就穿架了 17分钟25点的价差 今天各位 如果是一口单就是25点 如果是两口单呢 就是50点 后面就不必算了 大点数没有必要 那今天如果是用我们第二个策略 你愿意报单 报单等压力 一样 8点57分的时候 盘整满足支撑8777 穿架成交 这时候你手上 就会有一笔多单 多单体力看压力 9点33分 盘整满足压力 8827 一样穿架成交 一口单50点的价差 一口单50点 两口单就100点了 今天各位 不要忘记了 8点46分的时候 这两个点位 软体 就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 意思就是说 8点46分 你心里就已经有个底了啊 你就已经知道 高点在哪里 低点在哪里 你是不是就不会去乱做了 软体的用处就是这样啊 能够帮助各位的 才是有用的软体 能够帮助各位的 才是有用的软体 各位如果 手上拿的是一些 红买绿麦的软体 相信 像今天 这个洗来洗去的盘式 正常来说 应该都是扒来扒去啦 所以我们这边 还是要呼吁 不要再靠自己的幻想做决策 不要再靠自己的幻想做决策 用我们交给各位的策略 应用到 我们的软体上面 来对每天的盘式来做出规划 很自然 你就会做出对的操作嘛 那我们设计这些策略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各位 在面对每天的盘式 你能够掌握到多少点数啊 像今天 短线操作者 就是25点嘛 当然 以目前的盘式来看 上面再下来 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讲 既然我们都是带早盘 那我们就讲早盘就好了 好 风险承受能力较高者 今天就是一口单50点的机会 一个软体好不好用 就在这边就展现出来了嘛 各位今天如果拿的是 鸿买绿麦的软体 在那边冲来冲去 然后扒来扒去的 那何必呢 这种软体 就留给那些老师就好啦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强调 起货重操作 现货重分析 跟着专业走 财富自然有 各位 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心里要想清楚 就像我们 我们每天的试驾群组 每天早上 现货开盘前 我们就会出手 就等于说 每天早上9点之前 如果各位有我们的试驾 的讯息 又有我们的软体 来帮助各位 做支撑压力的规划 是不是每天早盘的时候 开盘15分钟之内 就已经对整天的盘势 就已经心里有底了 只要各位认同我们的操盘模式 我们还是 就会给各位 四大安心保证 保证一定积极操作 点位明确 严控风险 视信分组 想要成为赢家的话 一定要怎样 跟着专业走 留意中场资讯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向未来 请播02 2578 37777 2578 3777 奶酪妹 QQ 紅豆哥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爱之味奶酪红豆 香Q 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爱之味奶酪红豆 爱之味 参与金融市场总是见数不见铃 见铃不见数吗 证券期货商本期师林老师 带您纵观全局 期货市价群柱 齐全操盘燃屁 选择权策略班 补票特别会员 多元选择齐骨双游 让您运筹帷幄掌握多空关键 快播02 2578 3777 2578 3777 每样都想吃耶 怎么办 快去贵族市家 哇 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啊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市家 您将反败为胜 您能改变财力 您会比赞 先